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形式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说亚太地区必须坚持开放合作 积极主动扩大开放 不能够也都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 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 亚太经济任性好动力强的优势不会改变 要坚持向前看朝前走 反对其实性排他性做法 以意识形态化线 搞定人政治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 亚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 习近平说各界要把握大势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顺畅 实现联动发展 也都要加强亚太地区科技创新协作 为科技发展打造开放公平的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也都会推动国内市场经济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坚定不宜改革开放 为亚太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亦将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为亚太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有先电视记者 李健一报道